我們現在在101那一邊準備要移動過來 那我們先開始我們的記者會員 那等一下他們過來也會在普通高雄那一邊 針對這個案子 針對這個民進黨的一些訴求 那我們首先先表達一下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來到這裡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在2014年 民進黨取得台灣幾個重要都市的 這個執政的這一些權利之後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台中或是高雄 這一些砍術的案件是越來越嚴重 甚至超越了國民黨執政時期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主要是要呼籲我們的民進黨以及 我們蔡英文總統 還有就是我們的蔡主席 你們民進黨應該好好的去思考 到底你們要留給台灣的下一代 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什麼樣的一個未來 不要再繼續這樣子亂砍術了 因為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綠色執政 然後砍術保證的一個狀態 像林佳龍他上任之後 他強推這個台中的這個 呃中科就是台那個 對不起台積電的中科擴廠 然後把那個五十幾公頃的森林 整個全部都移除掉 讓台積電可以去那裡建廠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台中的夥伴已經抗爭了非常久 甚至台中非常多的居民發動了好幾次的遊行 然後依然沒有辦法把這個案子擋下來 那林佳龍也從來不對這件事情 呃跟公民團體好好的進行溝通 那我們呼籲我們今天呃民進黨的全代會 是不是應該也要針對我們台灣永續發展 環境永續發展的這個議題去進行討論 那我們今天呃台灣 台灣互術團體聯盟的那個江美慧 他們特別從台中趕上來 那我們先請美慧姐來說我們 分享台中的狀況 謝謝 呃各位近的朋友還有台北的朋友們大家好 呃昨天台北市37.7度是 就是今年入夏以來最熱的一天 然後台北市的狀況是 它是一個盆地地形 台中也是 但是呢我非常非常羨慕住在台北的人 因為台北的周圍 就是至少這一些樹沒有被砍得這麼厲害 林佳龍上任之後 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大杜山的森林 砍掉了53公頃 53公頃有多大呢 就是幾批陽明山洋裡床的地方 那麼大的面積的樹全部砍光光 然後一個環評經過十次都過不了的一個案子 竟然是在林佳龍上任之後 他說我要幫台積電的忙 他完全沒有去考慮到說台東有多少的空的工業區可以使用 但是呢他一上任其實跟老實講我真的是覺得比國民黨還要糟糕 當時我捐錢支持民進黨 但是我現在心裡面非常心痛的是說 原來走了一個狼後面來了一個虎 更誇張的是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的就是像比方說台中市的大智慧的那個案件當中 我們看到的是國民黨還有石崗百歲道的案子 我們看到的是國民黨跟民進黨已經開始產生了一種文化叫做共識的文化 就是會吃什麼東西吃我們的土地吃我們的綠地 那現在呢在國民黨時代的時候我們一直在抗議的就是說 內政部在做全國區域區域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全國區域計畫是在做什麼 就是把台灣的這些山河水土去做一個能夠就永續生存的一個 永續生存的一個計畫 沒有想到林佳龍上任之後 更加的糟糕 非常的糟糕的是他 要把已經根本沒有辦法住人 我們台中市的空氣污染有多嚴重 百分之五十的台灣的民眾 百分之五十差不多一口罩 我們有一個人是過敏感冒 每天都是像感冒一樣 每天一直在流鼻鼻 每天都是在打咳嗽 就是空氣污染已經嚴重的傷害我們的身體健康 我跟各位講 雲林地區是最可憐的 他百分之七十的人 有剛挑途 百分之七十喔 然後呢 這樣的一個數據 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也會複製在台中身上 因為現在台中的群幾乎是百分之四 那我們很久以前 我們就已經有提出一個數據 這一個數據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請那個台灣獨立的我們支持 但是這個時候先擺一點時間給我們護術了好嗎 我說兩年前在中央護術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滯空碟字 他這邊去涼 他用溫度槍去涼 這個水泥呢 在2點的時候 你給它流50幾度的高溫 然後呢 柏油馬路是63度的高溫 可是有橙子剛好 剩下 橙子底下的草地剩下29度 這個是一個全球暖化的議題 過度的水泥化 過度的去把這些綠地去送給這個什麼財團去開發 本來不應該 我們的都市計畫竟然是只有留10%的綠地 這10%的綠地竟然還用很多的民意很多的民堂 去把它送給財團 做成大大小小的這些水泥工程 我在柯文哲還在競選的期間 我跟他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跟他一起同台去做一個競選的一個動作 當時我在台上講 我特別是在講給柯文哲聽 我說台北的綠地是只有4%多 我們的政府規劃的都市計畫是10%嘛 對不對 結果呢 我們台北市民一個人所擁有的綠地 竟然沒有到一個報紙這麼大 我說這個是我們的土地規劃非常不當 你一定要去改過來 沒有想到的是說 他上任到現在也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大巨大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我想 我還是要就中南部的地區 特別是中部地區的情形讓大家知道 中部地區中張頭 中張頭 這三個中張頭 包括苗栗這個部分 我們每一天真的是最受苦的就是 空氣污染的議題 那這空氣污染的問題呢 也是牽涉到所謂的不正義的部分 就是他根本就是在濫用我們的土地 把我們的土地本來不應該去拿來做這樣規劃的車拿來規劃 在台中市民很可憐很辛苦 一趟一趟的來台北 一趟一趟的來台北環保署 那一次來 譬如說10個人來 一次700塊錢來回1400塊錢的那個高鐵票 就是多少錢你知道嗎 就是10個人來就是花掉14000塊錢的高鐵票 只是為了要來環保署前面開個記者會 講個幾句話 講個什麼話 我們反對林佳龍 我們反對他這樣子亂砍樹 反對他還要再開發掉5500公頃 等於說有5500公頃的農地 還有森林 還要再繼續毀掉 每一次不曉得光是這些高鐵票 我們這些台中市民不知道花多少錢啊 今天真的是很辛苦 我們還是有好幾個朋友 然後一直到台北這邊來 但是有就要說幾句話說 拜託林佳龍不要再砍樹了 我們花這麼多錢 每一次來只是在環評大會上面 就是為了講三分鐘的話 就是為了講這三分鐘的話 去保護我們的環境 那今天台中地區 我們有一個夥伴特別跟我上來 他也是台中市民的受害者 那是柯紹生律師的助理 那個阿營 他要過來跟我們講幾句話 你聽看看 台中人的心情是怎樣 花這麼多錢這麼高鐵來 就是為了要說這幾分鐘的話 因為這次台中的媒體 已經是全面在封殺我們這些環保團體 趕快抹黑我們環保團體 我反對他亂砍樹的錯句話 他說什麼 說樹都不能砍嗎 那你怎麼活下來的 然後跟他反對說 你修術不要這樣亂修剪 長齊瓦賣給他修 他剩下一個頭 結果你知道他們怎麼說嗎 他說 部術團體 齊瓦豆